大家好 上期我们讲了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可以祈祷抗炎效果的食物 今天就给大家盘点一下都是有哪些 第一个是鱼类 我们平时吃这个鱼像血鱼 三文鱼这一类的 还有一种叫Omega-3的脂肪酸 它可以有效的抑制炎性反应 第二个是蔬菜水果类 蔬果类当中的葡萄 甘蔗 它还有多分类物质 比如说南瓜 胡萝卜 橙黄色的蔬菜当中 它还有胡萝卜素 这两种物质都对炎性反应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第三个是粗粮类 以小米 糙米 糙米为主的粗粮类 还有丰富的B维生素 铁 甲 这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它们可以降低血糖的升高速度 来控制炎性反应的发作 最后一个就是核桃 和鱼类一样 它还有Omega 3脂肪酸 可以减轻炎症 如果你或加者在身体中出现一些炎性反应 一向这些食物可以适当的吃一些 对于缓解这个病情还是有好处的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 你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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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